嗨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给大家讲解一下 贝塞尔生人器的使用方法 那么这个贝塞尔生人器 它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生人器 因为我们直接新建之后 那就是直接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渲转输出了 那么它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多边形 我们在这边按MB 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些比较多的细分的这个平面 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那么我们用这个贝塞尔生人器 可以非常方便的制作出像是这些帐篷的一个顶部 还有这些竹球场看台的这些帐篷 那么在这边我们来看看它里面的一些参数 那么它的参数也是比较简单 首先是有一个水平细分 还有一个垂直细分 那么在这边我们可以对它的一个细分进行增加 在这个预览图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那我们增加之后 在水平方向还有纵向的这些细分都可以进行调整 然后还有一个水平网点 还有垂直网点 那么这时候我们直接进入这个点模式 我们可以在这个选择工具里面 放大一点 我们可以选中所有点 那么选中所有点的时候 在这边就看到 它在水平方向 实际上是有 三排的这个点 那么在纵向同样的视野也有三排 那么在这边就是 可以设置它的一个水平网点 还有纵向的一个网点 那么现在我们直接 选中这 四个角的一个点 可以直接对它进行一个移动 把它拖下来 就发现 它的一个平面过渡是非常非常圆滑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贝塞尔生生器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我们调整 贝塞尔生生器里面的 这些网点 那么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曲面 并且这些曲面是非常非常圆滑的 那我们可以啊 这样子 增加它的一些细分 增加之后 它会再次的回到原位 那么这时候我们选中所有的点 然后我们按住Ctrl键 排除掉它中间的点 然后把这些点 落下来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次选中最 最中间的这个点把它挪上来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制作出这样的一个 顶棚的一个效果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选中它外面一圈的这些点 好 让它移动一下 收缩一下 都是可以的 那么 这个 圆滑过渡就是这个贝萨尔生生器的最大一个特点 好 这时候我们来删除掉 直接新建一个原始的贝萨尔 再来给大家 讲解一下它的一些其他特点 好 把它旋转90度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来新建一个平面 把它移动过来 那么当下我们这个平面 我们看看它的一些分段 24 那么我们把这个 平面的分段也改成我们贝萨尔完全一样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平面是在右边 那么我们这个贝萨尔是在这边 然后我们给它们分别都添加一个 随机效果器 好 然后我们把它的一个随机效果器的影响 让它影响它里面的点 好 我们看到 当改成点之后 我们这个随机效果器就会让我们这些点 变得比较的错乱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的参数改少一点 改成10 好 不要影响那么多 然后这时候我们来把它的一个模式 从随机 改成一个照播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来播放看看 那么我们就可以制作出像是这个 纸片飘动的一个感觉 那么 那么我们把这个随机效果器同样的 按住可能需要拖动出来 同样的给到我们这个平面 好 我们再来播放 那么现在 看起来 这个贝萨尔跟我们这个平面 效果都是一致的 好 那假设现在我对这个贝萨尔 进入点模式啊 选中它 这四个角的一个点 对它进行下拉 好 模拟出我们这个弯曲的一个感觉 好 同样的我们再来播放 哎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帐篷的一个顶部啊 同样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布料 像是布料飘动的一个感觉 但是如果我们对 我们的这个平面 用同样的操作 我想让这个平面有这样的一个质感啊 这样的一个弧度 那我们 选中这个平面 还要对它进行一个 C调 把它转成一个可编辑对象 我们才能选中它里面的这些点 好 这时候我们来选中 四个角的点 好 把它向下拉 哎发现啊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再来播放 那么就发现 要实现这种圆滑过渡 整体过渡的一个 一个效果啊 我们这个平面啊 是实现不来的 那么这个就是贝萨尔的一个特点 好 那么关于贝萨尔生生器啊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拜拜